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5月26号 星期二 中国连续两天发生了 就是一家三户 这种可以说算是一种集体自杀事件 先是在四川省 四川省 这个为什么 你看之前我们报道 一个有一位女士 三十多岁女士 带着她9岁的小女孩一起 就把她们绑在 把她们女儿绑在身上 一起一起跳河自杀 当时那个事 我觉得我们各代的 好像会员专享里边 没有发到外边来 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她门口的壁楼电视 只是显示书 她带着这个女孩出去了 对吧 到底跳河怎么回事 当然后后来他们说是跳河了 然后还捞上来了 但是我们想的还是发在会员里了 但是这一次 我认为这个都是可以证明是真的 所以我们都是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的 所以咱们发在非会员里 先说四川省 这个是四川省雅安市 汉原县公安局 他们官方微博 官方发布的消息 说是在5月25号 昨天说刘沙河大桥 跳桥死亡 死者 李某女性28岁 汉原县人 带着她4岁的儿子 徐某 是她的长子 还有她的小女儿 小女儿只有一岁 一岁 然后是他女的28岁女的等于是拎着 带着4岁的男孩抱着1岁的幼女 一起就是说跳到了流沙河大桥 跳桥 然后三个都死掉了 然后今天5月26号 今天黑龙江安达市财政局家属楼 叫立新明月 说一家三代 父子 还有爷爷 一起跳楼 人家父亲带着他爸爸 带着儿子 一块跳楼自杀 这个是有视频的 我一会把这个的视频 搁在我这个视频 我把他这个视频的链接 搁在我这个视频下方 这个视频就比较的血腥 可能让人心里的不舒服 所以我就建议有的观众 你心里比较强大 你再点 你再看 心里比较什么的 就是说不太敢看的 就别点看看了 好吧 到底为什么自杀 其实我们不知道 有可能社会问题 也有可能是自己的问题 但是这种全家的这种跳桥 或者跳楼自杀的 看起来是非常悲壮的 四川这个咱先不说 黑龙江这边 我们都知道 黑龙江这边由于疫情 反正闹的是比较 这个严重 我们希望 就是说反正呼吁政府 要知道 就是说韩国瑜讲话 就是说莫忘世上 苦人多 老百姓日子 过得其实挺不容易的 像政府 我觉得其实我之前就呼吁过一次 像政府对黑龙江 还有什么吉林书兰 这些地方 看下能不能相应的 给一些补助 给老百姓发点钱 哪怕一人发个几百块钱 发点吃的喝的什么的 我觉得老百姓 可能会更有希望 对吧 你在传播一种善良 你像这种时候 你如果像一家 对吧 你一人给发个几百块钱 发点吃什么 他可能 他跳楼 也是就是说一时的 那么一种想不开 对吧 这个时候 你如果真的能送点温暖 送点一些善意传递给他 的话 可能也就挺过来了 是吧 当然我们也别批评政府 我们也不是说 就一定政府做的不好 因为这种东西 我觉得社会有责任 个人也有责任 内因也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政府还是可以相应的 去做一些东西 美国这一次疫情 其实自杀率也提高了 我觉得由于这疫情的 说实话 我觉得我都抑郁了 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大家我觉得互相帮助 互相开导 是吧 社会 政府 都有一些责任 但是美国这一次 它体现出来什么 它民间这种自助力量 特别强 是吧 它民间敢于组织 而敢于承担责任 这一次 民间 美国的民间 包括连咱们华人 也组织了很多 这种可以说捐赠物资 捐赠口罩 美国的各种的这种什么 华商协会 各种协会 美国这边 我之前他们还组织 有组织人 给像纽约地区组织 给这些年老的老人 就是说 你如果不敢出来买东西 你想买什么 我们帮你去买 送货上门 什么的这些 对吧 给老人的一些帮助 帮助他拿药 帮助他去超市买东西 什么的 我觉得 为什么美国 它这种东西 就是说民间 这种自助力量 这种自助团体 能够大面地的发展 能够存在的 是因为 我觉得 首先来讲 我觉得政府不担心这些民间组织去跟政府争夺民心 是吧 因为中国以前我们听说有一个慈善组织搞得其实很好 没有用政府的钱 也没有骗钱 真的都是 而且他这个慈善组织也不接受一般老百姓的捐款 接受的都是那种大额捐款 都是一般的一些企业家的那种捐款 搞得也不错 然后政府让他们就是说要取缔他们 他们就很迷惑不解 就是他也跟政府说 我们什么也没干过 我也没谈政治 对不对 政府就跟他们就说一句话 就说 你在跟中国共产党 在争夺民心 你懂吗 你不能这么搞 但是美国政府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种的执政的是一种自信 你有自信的话 你不怕任何的政党 或者什么民间的这种组织 去跟你争抢民心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不自信的话 你就比较担心了 对吧 你看男的娶老婆 就是 如果你自己比较自信的话 你老婆在外面跟人聊过天 就是搭个一下 你也无所谓 这人是谁 怎么回事 因为你比较自信 你不认得怎么样 越是老公 如果自己本身比较无能 对吧 个人条件不理想 如果在工作不顺利 老婆说的外面 跟异性有点什么接受 他就会有各种的想法 你怎么让你看不上我了 你要跟别人跑了 对不对 你是不是最难的干什么 跟我争抢老婆的民心 跟我争抢民心 是不是 他就是一种意思 所以这导致了中国很多的民间的力量 发展不起来 一个是正想民心 另外一个就担心你 各种组织起来之后 你人多了 影响力大了 有各种不好的事 发生 我觉得 如果这样子 你如果这么搞 你如果拒绝民间的力量的话 那么你自己相应的 就要做更多的事情 对吧 如果你不让你老婆 跟别的男人搭个 对吧 你管着严 家教严 对吧 你就得有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是可以的 对吧 但您底有个大门 然后有个二门 您得只是个豪宅 对不对 你再提要求 对吧 你要是自己不行的话 对吧 我说 对吧 还是要加强自身 自身努力 好不好 希望中国政府能够 为老百姓做更多的事情 好吧 今天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